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真的是兩條線 要出門之前覺得喉嚨癢癢的 所以就做了快篩 結果沒想到 就是真正確診了 然後馬上到了醫院做PCR 然後也受到醫院的通知了 所以現在要隔離10天 我的症狀 其實真的就像是一般的 流行感冒這樣子 就是喉嚨癢 然後稍微痛 就會一直想要咳嗽 就是乾咳嗽 我沒有發燒 真的是比一般的感冒 還要再就是輕一點的感覺 因為我以前只要一感冒就會很嚴重 而且我是會連續咳一個月那種的 如果你真的確診的話 只要按照 醫生開的藥吃 然後吃一點保健食品 應該很快就可以康復了 我現在就是一個人在房間隔離 我看看劇啊 剪剪片啊 給大家看一下房間 還好是 就是還有家人站 他們可以幫我送餐到門口 我有自己的房間自己的廁所 我之前出國 所以我已經有兩次隔離經驗 而且那兩次都是14天 然後一個人關在酒店 就是會蠻無聊蠻寂寞的 現在在自己的家裡隔離 還是會聽到樓下就是有家人的聲音 所以其實都蠻安心的 而且如果有什麼突發狀況 他們都在 我就是會馬上通報他們 哈囉 今天是我隔離的第二天 今天有點嚴重欸 就是昨天整個半夜 都在大咳嗽 然後完完全就是乾咳的那種 然後喉嚨很不舒服 就是喉嚨很痛 很像我之前感冒的樣子 但我只要一感冒 我都會很嚴重 我都會咳上一個月的那種 一直流鼻水 一樣沒有發燒 這個喉嚨痛的程度 就是我半夜不是要醒來了幾次 咳不出來的感覺 因為就是整個鎖喉的那種 卡在喉嚨的那種感覺 昨天不知道是因為太冷還是怎樣 還是我在微掛 所以就整個穿長褲長袖 就是人還是有點奄奄的 煎煎這樣子 是沒有什麼胃口 但是還是要吃早餐 吃一點東西才能吃一樣 好好休息比較重要 就是喝多一點水 睡沒事就睡 讓自己一直睡吧 這個是今晚以後 我會給你五天的份 好 每一餐 先吃一包 送你兩種藥 有一個是直線的 好 就是你要肚子在吃 不大就不要吃 好 一包是咳嗽的 有咳嗽你就吃一堂吃 好 謝謝 謝謝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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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 你有乖乖嗎 阿你是咕咕的什麼 小baby喔 今天是我隔離第三天 我在吃晚餐 水餃 我家人都幫我用棉洗了 蘋果 還有湯 昨天 拉肚子拉了兩三次吧 有可能是因為吃那個 清冠一號的關係 它本身就是比較涼 比較寒的那個腫藥物 所以 本來就比較容易拉肚子 昨天半夜咳得好嚴重喔 咳到整個肺好像都快要出來了 沒有什麼奇怪特別的 不舒服啊 就是一直咳一直摸咳的那種 昨天只要一吞口水 這邊覺得超級刺痛 現在就沒什麼感覺 吃了一堆保健食品 吃了一堆中藥 新冠一號 紫殼的 紫蟹的 B啊 C啊 中維他命啊 全都是超級多顆粒的東西 你在門口嗎 沒有 啊你有關嗎 沒有 沒有喔 今天就是 隔離第四天 超痛苦的 因為 我的頭爆炸痛 我覺得應該不是因為 那個新冠肺炎 因為我平常每個月 就是都會 頭炸痛一次 我是整個半夜 快要昏倒 快要就是 真的是痛到 整個人快要 那種 一直昏睡 一直昏睡 然後又想吐 然後又整個人很噁心 反胃 頭整個 脹到不行 一直敲打自己的頭 因為真的太痛了 姑姑有去幫我拿頭痛要回來 然後現在就比較緩解一點 頭龍我上網看 大家就是 好像是會刺痛好幾天的那種 我本身的頭痛還比新冠肺炎嚴重 我平常的感冒 也比 我得新冠肺炎還要更嚴重 希望我的頭痛快點好 頭痛真的太痛苦了 對啊 整個人 我就是真的一直打在床上 我完全無法動彈 衛生索人蠻好的 又打電話關心我 驊驊 逛逛 我在剪片 我要睡覺了 有沒有想我 有 好 晚安 好 要遠遠的 哈囉 不可以進來 不可以進來喔 哈囉 有沒有想我 我想你們 我們有距離1.5公尺喔 妹妹你有沒有想咕咕 我們的距離好遙遠喔 So sad 現在是第幾天 喔 等一下 第五天的凌晨 突然大咳 咳得超級嚴重的那種 咳到 就是反胃的那種欸 剛才咳到快吐欸 但是我的喉嚨就是 完全不會痛喔 就是還是很癢吧 一直想要咳一直想要咳的那種 半夜這三天應該都是 算是這樣子咳醒咳醒 咳了有水 應該是咳最嚴重 然後狂流鼻水 流眼淚 很痛苦 不過我覺得已經還好了 跟其他人比 我的症狀已經 好像不是那麼的嚴重的那種 剛才咳得好累喔 還是咳了很久很久 才拿出手機 剛才咳到一直垂牆壁的那種 啊 我要先休息了 現在看起來 是好多了啦 希望 繼續康復 再遠一點喔 好 開門 我這很遠了 哈囉 你要去哪裡 阿不要過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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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邊跟我講話就好了 阿不要過來 阿不要過來 阿妹 嘿嘿 你們終於可以出去了 開心嗎 開心 開心 隔離 隔離 那邊也蠻多朋友都確診 多數的症狀 都是輕症 我覺得我比較幸運的就是 我沒有發燒 我也沒有到真的那裡 非常的不舒服 隔離也是只痛 兩到三天吧 所以我已經算很幸運了 要吃我的午餐了 今天是隔離第六天了 一定要先吃個清冠一號 很多人說清冠一號苦苦的欸 但我覺得不喝 我覺得蠻好吃的 因為就是中藥味 我很喜歡中藥味 清冠一號好像真的蠻有效的 今天一樣 還是鼻子很重 基本上我已經沒什麼症狀了 半夜還是會偶爾小渴一下 沒有累累的 也沒有不舒服 也沒有發燒 什麼都沒有 感覺是越來越好的狀況 再過兩天 我應該就會快篩看看 快要能出去的時候 再快篩就好 我要吃這個營養序 這就是一部分 等一下再繼續吃 我是可以一次吞食幾顆的那種 繼續期待我變好 小哥 哈囉 樓下的朋友 你們還好嗎 大家很棒吧 第七天了 第七天了 嗨 妹妹 妹妹有沒有想姑姑 有 有喔 有喔 你在樓上有聽到我們很吵嗎 非常得吵 你很像在坐月子耶 你很像在渡假耶 我是被關吧 你很像在坐月子耶 你很像在渡假耶 差一個人餵我吃而已 好啦 你們大家請保重喔 我很快就出去了 等我出去喔 等我改過之心就出去了 拜拜 妹妹你要督嘴一個 太近了 遠遠的 好好這樣就好 再遠的 好吧 拜拜 今天隔離 第七天 第七天了 我在吃素食的壽司 還有豆皮糖 還有我超愛的珍奶 今天的一切的一切 完完全全 反正現在就是正常生活 只是一樣要待在房間裡面 到十天才可以出去囉 哈囉 你拿什麼上來給我 來 好 放著 放著 謝謝 安妮要說什麼 謝謝 來 安妮要說什麼 來 安妮要說什麼 謝謝 謝謝喔 那你們兩個想我嗎 有 妹妹再見 拜拜 好 拜拜 我的餐來了 耶 感恩送餐 拜拜 要下去吃什麼 好 拜拜 拜拜 我現在要來快篩囉 好 太好了 我恢復陰性了 在第六天左右 第七天 過了15分 還是一條線 確定陰性 確診女孩變成陰性女孩了 我恢復了 耶 但是還要在三天才可以出關 開心開心 滿滿的抗體 今天隔離第八天了 就是完全沒症狀了 然後就一直在正常的生活中了 期待再兩天就可以出關囉 今天第九天了 時間過滿快 後面這幾天都沒有不舒服 每天當成是休息囉 衛生局還是每天都會打電話來關心 所以我覺得他們滿好的 而且真的辛苦他們了 還有醫療人員 真的大家都超辛苦的 今天隔離第十天了 剩下最後一天 明天的凌晨十二點 就可以出門囉 還是要自主隔離啊 只是說可以踏出家門 但是要戴著口罩 耶 現在是第十一天隔離 半夜十二點 就是正式的解除我的居家隔離 在房間一人一室隔離這件事情 終於熬過這十天了 其實算十一天 因為確診他是算第零天 後面要加十天 所以總共十一天 我已經十天 十一天沒有看到小孩了 現在十二點了 他們已經在睡了 那我明天一早就可以看到他們了 接下來就是我後面還有七天的自主管理 就是出門啊要戴口罩那些 然後要自己注意自己的狀況 其他就是都恢復正常 我真的算蠻幸運的 因為我確診的第六天 第七天 其實就已經整個康復了 加上我又沒有發燒 我的咳嗽也沒有到真的很嚴重 就是跟其他人比起來的話 我的症狀真的算很輕了 有可能是我平常感冒 本身就會比較嚴重 所以可能我自己覺得 這些症狀對我來說是算比較輕微的 其實我要拍這個確診的影片紀錄的原因所在 其實是因為現在台灣真的越來越多人確診了 恐慌度就是也開始從高變低 因為大家其實就是慢慢的慢慢的在接受這件事情 也是希望可以恢復到正常的生活 然後只是要告訴大家 確診真的沒有大家想像中的那麼可怕 至少在我的身上是這樣子 那當然還是會有一些重症啦 但我想要說的是 希望大家不要恐慌 然後如果你真的確診了 就是你只要積極的面對 然後去看醫生 然後做處理 吃藥 確實的要做好自己的隔離 保護自己 然後保護家人 然後保護外面的人 我覺得心態很重要 確診這段時間我也沒有到低潮啊 也沒有負面情緒啊 因為家人朋友都在 大家也都會互相鼓勵啊 問一下你今天的狀況怎麼樣啊 有沒有好一點啊 就覺得其實是 滿滿開心的 就是大家其實都是在互相幫忙的 如果你有確診的人 然後看到這個影片也可以覺得 就是帶給你們很好的力量 大家早日康復 希望疫情趕快過去 然後大家就一起加油囉 真的在這邊要特別謝謝 嘉義縣水上香的衛生所 他們真的是很努力在做他們的工作 每天打關心的電話 他們要面對的電話是很多很多的 但他們卻很有耐心的跟我們講解 然後每天打來關心你的狀況 然後態度非常非常的好 還幫我們送防疫保啊 把所有的詳細都做到最好 我覺得真的滿感人的 醫療人員很辛苦 這些公家機關啊 衛生所其實大家都很辛苦 在這裡真的是很謝謝你們 這樣子辛苦的幫大家做事 很謝謝大家的付出 喜歡我們的影片記得訂閱 開啟 分享 開啟小鈴鐺 訂閱